中国有句俗话叫乱世初英雄 其实无论什么年代 战争中所涌现的英雄都是最多的 在苏联一场伟大的魏国战争中 就出现了一位女性民族英雄 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敬仰 这位女英雄就是卓亚科斯莫杰·杨斯卡亚 据记载 卓亚降生于小村庄里 她父母都是普通教学工作者 但是父亲意外身亡 全家后来 居住于莫斯科 在1941年 德军单方面撕毁条约 莫斯科受到攻击 为了保护家园 卓亚和一群同样有着爱过情怀的少年们 前去支援战场 然而在一次任务里 卓亚被德军俘虏 为了得到苏军的信息 德军对他进行了非常残酷的折磨 然而直到他被绞死 他也没有泄露半点己方的信息 这件事情在苏军内引发了很大的风波 后来甚至被上报给了斯大林 对于卓亚的这种遭遇 斯大林也非常的痛惜 对于他的惨死 斯大林更是无比的愤怒 据记载 斯大林甚至对前线部队下了一道命令 只要是遇到剿死卓亚的那支部队 无论当时部队里的人是否选择投降 全部枪毙 二战胜利之后 卓亚因为宁死不屈的忠诚精神 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敬仰 虽然他被德军缴死了 但是他保住战斗中苏军的信息 挽救了无数苏军的性命 虽死犹荣 所以他被追赠了苏联英雄的称号 同时他也是二战时期苏联第一位女英雄 事实上苏联之所以能够在二战时期打败德军 凭借的就是像卓亚这样的不畏死的 拥有强烈爱国情怀的勇士们 当时的苏联军中女子军队的规模绝对算不上小 而斯大林那种充满霸戏的命令 更是加深了士兵的凝聚力 更何况苏联一直以来都有着战斗民族的称号 所以二战的胜利自然也不是多么难以想象的事情